曾經在台北的牛肉麵節 兩度的拿下了創意組的冠軍 成功打響知名度的Q老大牛肉麵呢 現在精傳有投資糾紛了 有一位先生他四年前投資Q老大100萬 結果呢一直沒有拿到分紅 結果就告上法院了 最後呢這個牛老大的這個負責人呢 還了他52萬元之後 人就再也不見了失踪了 現在48萬面臨被討債 去年底還風光舉辦牛肉麵 滿意送醫的促銷活動 吸引大批消費者上門大快朵移 不但成功打響知名度 也讓創辦人陳永佑成了美光燈追逐的焦點 我們目標是一天基本就是能夠在500萬以上這樣 不過就在成功的背後 似乎還隱藏著一段不為人知的投資糾紛 有位簡訊股東向媒體爆料 他在四年前投資100萬元 卻一直沒有拿到獲利分紅 直到被告知因為店家虧損 無力償還投資金額才一撞告上法院 檢方偵查終結後以投資糾紛不起訴 但民事部分陳永佑答應分期貪還 只不過還到一半 這位股東指控必不見面 陳永佑擁有日本創意料理證照專攻烏龍麵創意料理 還是烏龍麵店的創辦人 從06年開始就在台北市舉辦的牛肉麵節禮 連續四年都有獲獎記錄 原本以為可以藉此讓事業一炮而紅 沒想到卻意外惹來投資糾紛 中文兄阿貴亞麥 熊華川台北採訪報導 皓紛